哈喽大家好 我是奎丁 看到这个电脑 就知道我今天要来打电动 很多人从小开始就非常喜欢打电动 但是是不是都听到很多比如说家长啊老师啊 是不是都跟你讲说 不要再打电动了 赶快去念书 学业比较重要 在我们那个年代 喜欢打电动的小孩就称之为坏小孩 所以时代的变迁 电竞产业已经发展的越来越好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电竞选手 电竞直播 电竞奥运 跟现在还有最新的产业叫做电竞赔玩师 赔玩 你听过吗 我研究一下 赔玩师他不用绑时数 不用露脸 就光卖声音 给收入可以高达8到10万 哇塞 陪人家打一打游戏就可以赚钱 而且还赚那么多 好歹 我也曾经被封为LOL最清纯的电竞女神 这边帮我上一下 谢谢谢谢 谢谢主题师谢谢 LOL最清纯的电竞女神 就是我 那我以前都是免费赔玩耶 细想一下 如果这个行业早点诞生的话 不知道 都可以成几桶金了 算了 我现在早上陪玩 来看看陪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了我现在打开的这网页就是很多陪玩师的聚集地 而且他说现在注册电竞女神免费 好买怎样 我试一下跟人家打好了 我来下单看看 提交定贷 确认 恭喜下单成功 他说我的ID是Bear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打楼了 我现在有点紧张 而且我还找人陪我打 我忽然觉得单客户好像就是很爽的感觉 一般来找一个妹子陪我玩 我忽然觉得心情很好 我第一次被妹子 República 我 很久没打楼耶 我完全忘记表і 我要怎么玩 我在动 我看到了 等一下 我每次动都不知道 我买完了 我死定了 那妳在這邊收入好嗎? 還寫錯的確 那妳覺得月收入8萬左右有可能嗎? 有 她的月的第一名是28萬 這麼厲害 可是她怎麼樣賺到28萬的 重點是她媽媽可以讓她賠完了 很厲害耶 賺到那麼多錢 她靠D是簡單的 然後還有禮物的指數 按什麼東西溜雪球啊? 就是按那個鍵 按那個鍵 有講跟沒講一樣 那妳是放D還是什麼鍵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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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閃現耶靠 妳有弄雪球嗎? 那就是我沒有用雪球的就是 對對對 所以像我這樣開始接單的話 覺得也都不用簽約 只要在這邊辦帳號辦好 就可以開始接單囉 對啊 然後我們這邊會有發票 妳怎麼不會想接其他的遊戲啊? 妳不覺得手機遊戲會更方便嗎? 去哪裡都可以接 因為我不太會發 像D5的歌 我連那個新手跟我的歌 那要share一段時間而已 做培完最方便的就是 根本不用化妝對不對 我覺得是不用化妝 在大陸做這個培完的 大部分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對啊 都是假的 只是聲音妳好聽而已 對啊 一個小時200塊妳不會覺得很少嗎? 那我覺得 不可以把外面 然後如果我再給錢才要出 啊 要輸了 幫幫妳 沒事的 下一大張張 那如果他們現在還很多蛋的話 那我們就這樣 好 欸 來 看我是 我是把它關掉了對不對 我剛剛才把那個聊天室關掉了 所以 就跟 那位可愛的配玩師 斷了音訊 大家跟我分享很多啊 蠻感謝的 好 我們再找一位 試試看 嗨 妳好 嗨 妳好 後來跟女生兩天有換修嗎 喔真的嗎 呵呵呵 這邊是真的就是 不用綁約 然後也沒有什麼時速限制這樣 比較隨性啊 上線接單就上線接單 不想上線就下線休息這樣 對 那妳的話妳是每一天都會接單嗎? 沒有欸 因為我平常有在上課 只是平日的晚上會接單 我問妳一下就是 所以像妳們這樣子 是真的有可能 月入8萬到10萬嗎? 可以 那我暑假的時候 就是每天都會接單 一個月可以到8萬多9萬 那蠻好的欸 我已經想好我的目標了 謝謝妳 那我有什麼問題要 我再問妳好不好 我再下單問妳 好 我天啊 我已經找到我人生的 第二目標了 除了帶youtuber之外 我還喜歡打遊戲 平常打遊戲都自己打爽的 我還不如自己來當配玩師看看 講這麼多 我直接上線來試試看 就知道是不是真的能賺那麼多錢 我現在就開始來接單 在線中 她說真葵姐 我說對 然後這個hi 也給她一個hi 有人我接單嗎? 接啊 可以下單嗎?小姐姐 喔這是送我禮物的人 她昨天忽然送了我一個禮物 我現在才看到 有人說好啊 她要下單 我就好 我先跟她講一下 先送我禮物 有人自己要禮物的嗎? 啊送啦送我禮物 下來了有包包 三百點 我怎麼覺得 我好像在戀財的感覺啊 不知道她到時候看到影片的時候 我是這樣對她 她會怎樣 陪玩訂單嗎? 語音聊天 她跟我語音聊天幹嘛 我不要語音聊天 我還玩遊戲啦 算了先接啦 你有錢不接 她下了 她下單了 她下單了 哈哈哈 喂 喂 你是第一次下單嗎? 還是你之前有下過別單? 呃第一次 第一次下單喔 好酷喔 你怎麼看到我的用戶業? 就無聊一直滑啊 啊你現在 你現在在幹嘛? 現在還等下班 喔你在等下班 所以你現在在上班? 對 哇我是沒關係的嗎? 你是哪一家公司的啊? 你是因為她廣告 所以下載這個app是不是? 網路上滑到我們在討論 然後朋友最近也有在說 有這個adp 然後覺得蠻有趣的這樣 對 下載看一下 那你感覺怎樣? 目前感覺怎麼樣? 感覺蠻有趣的 但是可能會有點尷尬 這也蠻尷尬 你是我的第一單階語音 然後我本來想說我要打遊戲 結果你給我用語音這樣子 對我現在沒有辦法打遊戲 啊你現在都可以聊天了 是蠻酷的 我剛才跟前面有一個排玩師聊過 然後他跟我說 這邊有帝王套 就從最便宜禮物送到最貴的禮物 這樣整個這樣送下來就一套 這樣送有意義嗎? 有意義啊 看人啊 如果是你的話就很划算 哇 好賣假的喔 欸那你那邊還有點數啊 是送給我一點禮物 可以啊 真的假的啊 這邊有一個新的 他現在要跟我打傳說對決 嗨 那要直接開始嗎? 還是怎樣? 可以啊 可以 為什麼有點卡 我聽不太清楚你的聲音耶 哈囉 直接沒聲音耶 然後我們就直接沒聲音 也打完這一場這樣 欸你有聽到嗎? 我聽得到你聲音啊 欸你是打什麼啊? 完全沒注意到 我在排大陸 欸你有打排位嗎? 北溪耶 那個輔助是北溪是不是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快跑啊 快跑啊 幹 我就是傳說的語音可能沒有弄得很好 所以才會這樣 哦現在又有聲音了 嗯又沒聲音了 哎有了 嗯又聽不到了 讚水 退點啦 這個輔助很北溪耶 所以你有沒有考慮等一下要刷熱氣球了 所以你等一下是不是有考慮要刷熱氣球啦 欸沒講話了 可惡 又有聲音了 所以你等一下是不是有考慮刷熱氣球啦 那你現在又有了是不是 現在又有聲音了 那你這次刷下去 你就刷過熱氣球了耶 哦哩 很棒耶 這是一個不同的體驗你知道嗎 而且就是刷熱氣球 是給賠完是一個鼓勵 就沒聲音了 不喜歡鼓勵嗎 奇怪了 刷熱氣球了啦 如果你聽得到我講話 就趕快刷熱氣球吧 欸我們本來是贏的要打到輸了啦 是哪個十字仗啦 就是我本人嗎 而且卡瑞姿說不要自己送氣球了 不要偷聽啊 輔助怎麼打到爛啊 氣死我了 完蛋了我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就會聽到了 尷尬死 雙阿贏了 欸 新華是MVP 蛤好尷尬喔 我還罵他很爛 喂 這自己聽得到嗎 這自己聽得到 你說 你說 對嘛 這自己就要聽得到 對 這就是遊戲的問題啦 可我以為有人照你照片 你是不是這樣滑滑滑就看到了是嗎 對啊 我今天看到你的時候 我聽聲音就是本人啊 所以我想說 我都跟你看過看看這樣子 我聲音電視度這麼高喔 謝謝 你的聲音電視度算蠻高的 那所以我的聲音是 屬於你喜歡的類型嗎 如果你講話的方式的話 就還行啊 你喜歡這麼嗆的是不是 有 欸 有人下我單耶 下午打完看一下 打遊戲打傳說喔 打遊戲打傳說喔 打游戲打傳說喔 我沒差啊 我的下單只是為了導演聊天 噢 冤災露宿 好 對吧 哇 你第一牌喔 鑊金啊 你是鑽石不是嗎 噢 沒有啊 我這隻沒有打牌 我造型花多少錢啊 花了三四千塊欸 哇靠 這麼貴 對啊 因為我就一直戳氣球 戳氣球 你在這邊賺很多 不然怎麼三四千都花下去 三四千還行吧 如果是為了你一個很想要的東西的話 三四千塊就不算貴啊 我蠻想跟你出來吃飯 如果我灌你三四千點 你會出來嗎 三四千點出來吃飯 你待會我拎 我今天剛好第一個客人 然後他就是直接刷五千多點 六千點欸 他只是因為要加LINE而已 哇 那這樣換算下來 如果要找你吃飯不就好像要很貴了 是盡量是先說可能先打打遊戲就好了 不排除說交朋友這樣啊 我覺得可能一下子馬上約出來吃飯有點太快了 細水長流的意思囉 對啊 我覺得一定是大概越熟越來越熟 可能會更有機會這樣 真的假的 因為我一直想在上面找人吃飯 可是好像有點難 你一直想在那找人吃飯是什麼狀況 我也是來交朋友啦 我也是來交朋友啦 我現在下了好幾個單 然後吃飯都不給出來 就是我以為我約的到 所以我大概要下幾次單才能加到你而來啊 一次下到差不多是多少點我想一下 我可能等一下要看一下 我要加多少點 我一直被那隻該死的菲尼克殺掉 我只會一直被這兩個兆 你講話很好笑 我一直被這兩個兆 而且我現在才發現我們是旅步走動路 對啊 他說他實驗啊 你平常都什麼時候在線上 都是晚上比較多 平日還假日啊 還是都 都有都有都有 都有是不是 所以我晚上來找你也會比較容易約得到 對啊 我以為可以約得到很多 我已經試了10個啦 10個都還約不出來 10個都還約不出來 對啊 你這叫旅士不爽嗎 吃苦耐勞啊 我很刻苦的 我一定要約出來 喔 打不死耶 真的是 菲尼克很肥耶 1310耶 這邊14個頭13個都打的 太扯了吧 那你平常是做什麼的啊 平常的話就是在拍影片這樣子 欸 那你是做什麼工作啊 我是做媒體的 公司也沒什麼女生朋友 所以變成是我只能來這邊 看有沒有機會交到女朋友 你的笑聲好特別 結果發現哇 媽的 有點難度 不見得啦 我覺得是因為你太直接 我剛才講了一下加我的LINE 我不是5000點 5000點 哇 那我需要花蠻多時間儲值的耶 對啊 你可以先儲值啦 那你覺得 如果你跟你約見面的話要有幾點 幾點出來吃飯的話 這我覺得比較難界定 如果是朋友的話大家吃飯沒什麼問題 自然而然啦 慢慢來 我連入門都還沒有到對不對 就慢慢來啦 哇靠 在家裡面也可以死 傻眼耶 超傻眼的 哇 那我回去救人了 在家裡面也可以死耶 超扯淡的 又死了 直接抱走 以為你也要死了 消滅的敵對 直接蒸白 辛苦了 辛苦了 他說真的還有事 好 要約其他人 幹 傻眼這個人 他說等我賺了唇多一點再來約你 真的奇怪喔 傻眼 我其實覺得剛才遇到那個人真的是 小怪啦 他沒有到大怪 很多人心態這樣 他可能覺得他現在有付錢了 他有刷臉書了 他可能有買一點時間了 那你是不是有可能我可以買點LINE 那你可以用買的那種書 可以買你出來陪我吃飯 其實我覺得這東西就有點變相掉了 出去吃飯這種事情我覺得是個人意願 那我個人的話 其實剛才就做了一個教材 給你們看一下 如果你們即將想要重回陪完師啊 收到訊息的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回應的時候 你其實聽聽看我說話 我就因人而異 但是這是我的一點經驗分享 因為畢竟我已經做了三年半 快要四年直播了 沒有那麼一點技巧 怎麼可能生存得了三年半呢 對不對 今天遇到了我算是各式各樣的人吧 然後還有中間經過一些半長的等待時間 因為有可能是我還太新啦 也沒有那麼多人看到我隨時在線上 我是新人 我覺得其實單量算是還OK 不過但我小孩時間沒有辦法分配那麼多啦 因為半個小時一檔嘛 所以又接實單 雖然說我有直播的經歷 但是我覺得我對培完這行業 還沒有那麼了解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應該要想 剛剛那兩位前輩 我來跟他請教一下 然後希望他可以解答一下我的疑惑 如果跟他講說我在拍片 然後看會不會把他約出來 跟他做的訪問 我覺得可能會對這個影片更加厚 喔 他這台太好了 我想要請教問題 喂 你台灣 因為我剛才這樣子借了很多單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有一些困擾 什麼樣的困擾 其實我在拍一個影片 其實我想要去測試一下說 我培完是一整天我可以賺多少錢 然後我會遇到哪些問題 是單子蠻多的啦 可是其實我還是有些疑問 是我覺得 如果是照這樣接單下去 其實我感覺賺不太到什麼錢 所以我現在真的遇到問題蠻多的 我想問說你願不願意就是 呃可以移駕你那小步 等一下我怎麼這麼尷尬 我瞬間好像變男生了 對 我想說你喔不OK 你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參與我的片中 然後跟我一起討論啊 然後跟我訪問一些問題這樣子 然後會放在我的Youtube頻道上面 你現在方便出來嗎 在台北吧 對 我在台北 對對對 可以啊 好好好 那我跟你說地址 那先這樣 掰掰 好 掰掰 天啊 人體太好了吧 好 蠻好地址了 現在要等這位陪完師的出現 今天就跟你講電話之後 我就開始接我的第一單啊 第二單啊 然後就陸續這樣接下去之後 其實發現蠻多問題的 怎麼樣的問題啊 像其實我很納悶是 我剛剛的第一單是這樣子 如果今天他下單然後他可以取消 就如果你太久沒有接 老闆等不下去可能就會取消了 那如果他接單然後跟你講到一半 他可以取消嗎 呃沒有沒有 你接了之後他就沒有辦法取消了 還有另外一個我比較好奇的點 就是我的語音單是半小時90元 所以我就跟那個人講說 你一次下三單我可以聊半小時 可以啊 可是這樣子喔 他有沒有可能是這個單結束之後 他就檢舉我 如果說你沒有對話的話 他說OK就沒有辦法再退錢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就變成說 雙方去協定好 只要你們協定好 這個訂單就可以這樣去成立了 所以其實也會有人像我這樣做的嗎 會啊 會嗎 有些人他會覺得一個小時太少 他就會希望可以多賺一點 你可以做陪完看看 每天拖一兩個小時 然後接個比較固定的老闆也可以啊 可是我這樣算下來 我是這樣子接下來的話 140的話我一天打八個小時 那我30天 其實我才算三萬 其實我覺得還是很難達到 因為我不可能真的八個小時都接得到 順利一樣之間來 就是會有一些送單的啊 或者是刷禮物那些 就變成說你要去經營那個關係 自從就可以賺比較多錢 嗯 然後一個月八萬十萬吧 八萬十萬 嗯 長久經營如果真的喜歡你的老闆 他可能還是會送的 平台上面也有一些人是把單價調到很高 可能一個小時四百塊這樣 就是在家裡你要又賺時薪 然後又賺時薪 然後又賺時薪 可以在玩遊戲的時候 然後同時會有一筆收入 我覺得對我來講這件非常好事 嗯 對於賠玩師這個新興的產業 大家有什麼看法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記得幫我按讚並訂閱分享 然後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